好 接着要上的叫做光速 光就是光的速度嘛 光就是光速 光速远比声速快很多 很多很多很多 非常的多 所以打雷的打雷闪电的时候 你会先看到闪电才听到雷声 因为光会先到 雷声声音会后到 事实上因为光速实在快 快到不得了 所以我们都认为就当作是 现在发生闪电 你立刻就看到光 然后声音慢慢跑过来 就会有个时间差 以后就用这个时间差 请问你说 那个距离会有多远 距离会有多远 所以同理呢 在去看心掌烟火的时候 就先看到烟火 闪亮 再听到那个蹦蹦蹦的声音 也是因为光速远比声音的速度 快很多的关系 快很多的关系 OK 那个这个是应该那个讲一上 应该有写的咖喱乐 我会写的咖喱乐 大家曾经想要去量光速 他的方法其实蛮科学的 可是完全大失败 找那个距离几公里的山口 往前桌面几公里的山口 然后再把扶人把时间推好 带两个针籠坐到布 然后到山上去 约好 你就说就好 晚上十点钟 甲山头的扶人 把针籠的布掀开 都会传出去 传到以山头 以山头的扶人看到光过来 就把自己的针籠布掀开 让光在床上回去 他又会知道距离有多远 然后知道世界有多长 方法很科学 基本上大失败 因为光速太快 比你鲜布的时间还要快 所以都在鲜帽上面而已 他就根本凉不出来 所以就基本上大失败 然后这位大哥呢 用一个卫星池的方法 用天文的方法来赚出了光速 下一个是重要的实验 看国中之交 这位国中之交考什么 国中之交考 请问你谁是第一个 在地面上量出光速的人 答案叫做飞佐 但是他用的方法很重要 一个方法在做我们高中之后 才会教他什么是良人 就甭带他来教过来说 然后有人把他做一个改良 有妇可改良 然后呢 麦克森改良非准的方法 然后这个麦克森的实验重点 因为他根据这个实验 后来也根据所谓的相对论 因为他是重要的实验 所以高中会教他怎么做 做什么结果 但是我们活着就 看这个算了 没有什么 没有被特别讲的 把这个飞佐 第一个量出光速的 指的是在地面上 用有限距离量光速的 OK 光速 拿光速放映西来带点 光速一下放映西 大小是这样 每秒30万公里 3乘以10的8之方公里要背 我们三年级会用到他 3乘以10的8之方 每秒3乘以10的8小 或者是30万公里 那个3乘以10的8之方 三年级的时候要用到他 所以你要记下来 有一种说完 你叫到地球七圈拜 那个就不要理他了 这个如果你就 打不出的状况 你让你知道 30万公里 3乘以10的8之方 讲过 三年级要用 光在真空中是 3乘以10的8之方 在空气比较小一点点 但小的很少 所以平常上都比较 空气也是3乘以10的8之方 真空也是3乘以10的8之方 然后呢 这个 这句话我们在讲声音的时候 建议讲过了 我们讲过说 同一个 同一个声音 在任何电子传播频率 这有类似的状况 真空中传光的时候 不管什么颜色光 红层黄绿蓝变 包括还有 刚刚讲过 红外线紫外线 伽玛瑞 这个S光维波 大家的通通都一样 3乘以10的8之方 真空中传任何电子波 速度通通都一样 但是如果进到届时之后 就会不一样 一块玻璃 光照进去 红光的速度 蓝光的速度 是不一样 是不一样 因为它不一样 所以就会有 所以就会有 折射情况的不一样 所以就会有射弹 国中会教一下射弹 但是没有跟你讲 仔细的理由 仔细的原因 比较详细的说法 高中以后再说 反正就是红层黄绿蓝变子的光 在玻璃 在水里的速度不一样 所以折射情况不一样 所以就会有射弹 就会有射弹 就有射弹 OK 但是不管如何 不管如何 它的频率是不会变的 它的频率是不会变的 那是 这个 频率不会变 这个是重点 光从 一个戒指 进到另外一个戒指的时候 因为密度不一样 所以波数会不一样 但是频率一样 所以波长会不一样 通常会有东西被损耗掉 被拿掉 所以呢 亮度会不一样 因为速度不一样 所以发生折射 所以传播方向会不一样 但重点讲过 频率是一样的 这个我们在前面教声音都可以提过了 我们一个声音 在任何戒指 频率不变 我们的光也是一样的 我们的光也是一样 一个红光照过来 在太阳出来是红光 进到地球空气是红光 射到水里面还是红光 穿过锅里它还是红光 所以频率是不会变的 这个所有的波都有类似的性质 在所有任何键子传播 频率是不会变的 频率是不会变的 好 这个要背 我们未来再教哲色是要用 我们真空空气 水跟玻璃 传递光的速度是 真空大于空气 大于水 大于玻璃 这件事 未来会要拿出来用 这件事 未来要拿出来用 所以几里背夹 上面有一个四分之三 跟三分之二 你就不用管它了 那个数字跟所谓的折射率有关 可是国中生不教折射率 国中生不牵扯任何形式的计算 只有一点观念而已 所以你不需要去记那个四分之三 或者是三分之二 你只要记得 真空大于空气 大于水 大于玻璃 这件事 我在未来教哲色的时候 要拿出来用 所以请你背好 OK 有问题了吗 有人有问题吗 没有 光年就是光走一年的距离 9.46乘以12公里 大概是9.5兆 这个数字不用背 历史上没有人考过 历史上没有人考过 历史上没头过这个数字 所以不用背 九点四六乘以十二十二十八公里 大约九点五兆 它的重点是 它是一个长度的单位 它是一个距离的单位 它不是时间的单位 它是长度的单位 它是两个距离 它两个是长度 它是光走一年的距离 它是一个长度的单位 它是一个距离的单位 它不是时间的单位 我们两个相聚一公年什么意思 光从人家发败要发败要发败要走一年 所以 资女心 资女心 资女心比我 二十六光年 那是什么意思 光从资女心到我一学要发败要发二十六年 我就看到的是二十六年前的资女心 看到的是二十六年前的资女心 我跟你相聚五光年 你现在十四岁 我们距离五光年 你现在的光发败要发败要发败到我眼睛 要花五年 五年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十六岁的你 我看到的时候你几岁了 你已经十九岁了 你已经十九岁了 这叫做 这叫做 资女心 资女心 OK 光年的意思 重点 光年是一个长座单位 是一个距离单位 光走一年的距离 请问有问题了吗 请问有问题了吗 没有 你且快来练习 做一些证划 是吗 来自身 都不好